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您今天在有应该是今天或是昨天稍早 有提过就是说日本方面是因为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救难队是可以自己处理 不需要他们协助的 他愿意接受 那如果这个救难队是需要他进一步的行政支援的 他就没有办法同意 那现在好像就是说我们还是前往 那这个情形是这样的 就是说可能没有办法 日方日本政府可能没有多余的这个力量来多余 来协助我们救难队去帮助他们 但是我们驻外管处 对于我们救难队 或者说去搜救队 然后尤其这方面 剖开来说 某种程度 一方面是去救 那一方面也是自我训练 在一个实际里面 实际里面能够有一些 这个这个在国际大灾难的时候 我们的救难其实坦白讲 也是自我的一个训练 我们驻外管处有能力来协助这个 我们的这些救难 救难搜救队伍 包括各县市政府的消防局 还有包括这个国收中心 这些核组的这个救难队 跟委员报告 这个灾难一发生以后 我们其实就提出 我们要派救难队的这个事情 当天11号 第一时间 第一个时间 但是那个时候 日本确实是跟我们讲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驻外管处 事实上这个不只是 我们驻外管处能不能帮忙的问题 或是日本政府能不能帮忙 这个是一个原因之一 它主要原因就是在灾区里面 这到处是充满危险 这个水都还没有 还在那边流 还在那边退 还在那边走 所以灾区是很乱 更不要讲说是 道路交通都已经中断了 对 这不只是我们代表出 能不能提供帮助的问题而已 这个 那你会觉得我们的收救队 我们的收救队友去那边帮不上 起不了实际作用 因为你没有办法真正进入到 它所要的灾区 只有日本它这种 智慧对它有那种坦克 也好或是四轮传动也好 或是那个直升机的 直升机也好 我们代表出没有这一类的资源 美军有 美军还甚至派了两艘的航空母舰去 是啊 这些都是他们主要的考量点 它开始的时候也接纳一些 好像三个四个的国际间的这个 收救队伍 但是后来他们发现 确实是有相当多的困难 这是很务实的 那怎么办 我们队伍已经出发了 对 那现在队伍出发以后 我们一方面没有行政上后勤的资源能够帮忙他们抵达灾区 一方面又碰到 现在 现在当然情况 他又要出发 现在情况当然 昨天晚上他根本 会不会我们的收救队反而被别人救了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 救别人之前 当然要自己保重自己的 自己安全 今天早上我跟他们讲 还是要自己 注意自己的安全 因为现在这个灾害 不是单一的灾害 它是地震 又加上这个 Tsunami 又加上这个核能 这个电厂的核外 核放射性 多重的 多重的一个困难 所以自己本身要很注意安全 第二个呢 代表住能够帮忙的 其实也是有限的 我们能够提供的交通工具 也是有限 对 不是那一种 可是你看哦 中国大陆 中国到央视 他们能够跟民间租到直升机 到灾区去采访 那我们要这样做吗 采访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就说空中运输工具 我们事实上 驻外管处的这个评估 我们必须要看看它怎么样子来决定 我们救难队到底到哪一个区域去 也是要跟日本方面来 所以还是必须跟救难队那边再进一步的联系 对 要不然去 你会觉得如果没有办法得到进一步的支援的话 去救难队去那边起不了作用 我们希望能够发挥作用 因为他日本也很了解 我们这边全部都比较好 可是我们的搜救队伍出发前有跟外交部密切的联系 所以外交部有给他们正确的资讯 就是说你刚刚跟这个委员会报告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 他们知道道路交通都中断了 水还泡在那边 那这样子可能去 可能没有进一步的作用 现在情况 他们知道这样子吗 他们了解 住日代表处冯大使昨天晚上跟我联系的情形 还有日本驻我们中华民国的代表金警政大使 跟我联系的情形就是当地的情形是有改善的 所以他才翻领我们的救难队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到那边去以后 有关后勤的资源 他希望我们也了解 目前还是很困难 不要有太多 希望说日本方面能够提供什么 外交部的立场 代表处的立场 是对于这样这一类的队伍是持比较保留咯 我们当然了解国内收救队或是救难队 他急切想要把这个工作到那边去 这个推动 我们展开 所以我们当然也做了相当多的安排 但是我也跟今天初号的这个团队伍讲 这是我们政府派出去的一个队伍 他们也了解当地的情形 这个自己本身的安全以外 要有所了解 也许代表处能够提供协助 也是很有限 不能够如他们所期望的话 他们也要有所了解 OK 好 但是至少要密切注意吧 密切联系 会注意啊 当然都要学乎 但是自由行也没有来跟代表处报备啊 或者说来跟代表处登记 事实上目前为止有这个积蓄吗 就是说可以让民众说啊你如果抵达这个外国哈 你也可以来行前或是到达后可以跟这个这个驻外馆处来报告 报个备啊或者怎样这样子我们知道你们有来那这样子将来比较好 有这样子吗 有 有这个制度吗 我们领务局有这个制度 我刚刚开始当外交官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 目前这个制度还在运作良好吗 国人他不大会去登记这个东西 我不能够批评国人 但是国人你要真正让他去 没事情 那你可以告诉我们实际的请领务局 我们会来推动好了 不是 我是说 当然是我们自由的国家抱不抱背 在国人自己嘛 那目前现在的情形这套制度也有在这边 那这套制度现在利用率很低咯 我们来推动 不是不是 我想会说现状 现状现状 使用运用的情形是吧 有很多国人出国就抱抱背吗 旅行团 然后主要的这个团体 然后桥团的这些会有啦 个人的 个人的自由行的 或是个人出去的 很少很少 学术交流的啦 很少 就是透过政府官方安排的 有时候 旅行团是require 是必一定要报备吗 旅行团 旅行团也没有啦 也是自由报备啦 我其实坦白讲啦 各位报告 有些政府机关啦 也许是这个学术机关啦 他出去 也没有来让我们知道 没有告诉外交部 政府机关也都没有 然后 可不可以透过一个部会间的平台啊 就是我正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化妆事情以后才来找我们 所以我说 很无奈 稍微慢了一点 不是 我不能说是无奈 就慢了一点 我知道啦 慢了一点就对了 好 先检讨完我们自己的 再看一看人家的 是 欧盟免签 是 听说对于台湾的死刑的执行 有相当大的意见 是 那么他们做这个免签 您觉得有没有 我们做欧盟的代表 或是这个代表处 有进步评估 会不会继续 这个影响会不会扩大 有在酝酿 在为余波荡漾吗 跟委员报告 还只是他们发表一下声明 那就不会后续产生影响 跟委员报告 这个当初在推动 欧盟免签的时候 欧洲的朋友 包括欧洲议会 还有欧盟的相关官员 就已经提出 我们执行死刑的问题 因为那一阵子 我们有给他具体的保证吗 我们没有什么保证 我们没有说明 我们没有自行法律 我们没有说我们不执行 因为我们跟他讲 我们是有死刑的国家 但是我们会朝着 新加坡有死刑的国家 可是他们还是免签 一点不错 我们就举很多例子 我说你自己本身也是 有些国家会了几百年 你重视人权几百年 有些国家会了几十年 在欧洲 你才达到今天免死刑的例子 这个境地 所以你要了解 在东方文化 在我们这边 他们在给我们免死 免签的这个部分 充分理解到我们的立场 当然理解 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 当然理解 但那个时候我们没有 没有进一步的执行 当然后来执行 他们搞得强烈遗憾 这一次他也是用强烈的遗憾 这个字眼 那强烈遗憾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进一步 他的遗憾跟菲律宾的遗憾 有没有差别 当然 我们进一步啊 进一步要跟他们再多做说明 我们的目标在哪里 我们的所谓这个不执行在哪里 我们的执行在哪里 我们要让他了解 法治上面 实物上面 然后理想上面 这个我们都会很紧张 在执行上面 我们更会严谨严谨的 然后呢 以这个目标 大家多一点沟通 多一点了解 让我们的 那他们已经理解了 我们当然 在尽力的 还在努力中 还在努力中 那最坏的情形会怎样 我不愿意想最坏的情形 就是说这个事情 还在继续持续经历中 我们不要让最坏的情形发生 最坏的情形就免签取消 我们不要让最坏的情形发生 我们要继续的 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 他们来访的客人 我接见 我们住外的代表 在拜访的时候 在跟他们谈话的时候 要强力的说明 也就是说 他们还在持续跟我们沟通 但是不排除 他可能会有进一步反应 我没有说不排除 但是我们要尽力的沟通 尽力避免进一步的反应 我们不要让他 那刚刚您讲的这个情形发生 好 我其实这个部分也 当然这是部分 尤其是台湾是民主的国家 我们民意是如此 法律是如此 我们也是法治的国家 这是我们要跟他说明的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即便他们到最后做出一些 譬如说取消免签 或者怎么样 这也不是外交部的责任 坦白讲 因为这是国情如此 那也 我坦白讲 如果是这样 我们都做好准备了吗 好 另一个问题 讲到欧洲 讲美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